在前不久的4月3号 比亚迪公布了一个重磅的消息 就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 它会停止所有燃油车的生产跟销售 这个消息一出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比亚迪的一个汽车销售的历史 从2017年它的新能源车型占比不到三成 到2021年占比接近八成 再到今年第一季度为止 它的新能源车型差点混动 包括纯电车型占比超过了97% 那可以说新能源车型差点混动 包括纯电车型在比亚迪这样的一个厂家来说 已经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份额了 那在整个中国的新能源车型的一个市场 那比亚迪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存在 3月份销量超过了10万台 之前推出的唐DMI 琴Plus DMI 送Plus DMI之后呢 我身边这台送铺的DMI也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在15万这个级别呢 我们看插电混动其实在国内的市场当中可以选择车型是非常少的 那这琴铺的DMI推出以来呢 整个市场的反应是非常火热的 那现在终端订车提车要等4到6个月的时间 那到底这台琴铺的DMI整个插电混动系统有哪些过人之处 比亚迪的这套插电混动跟其他自主品牌相比又有哪些优点呢 那我们今天就先从动态开始聊起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聊一下送口DMI上面的这一套混动系统 那它其实呢是有一台1.5升的发动机 加上一个EHS的电混系统 以及刀片电池共同组成的这样一套DMI的混动系统 那它在1.5升的发动机呢有几个特点 首先它的热效率是达到43.02 然后有一个15.5的压缩比 因为它没有过分的去压榨这台发动机的一个动力 81千瓦的最大功率 135牛米的这个最大扭矩 它更看重的是整个发动机更经济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状态 那其实比亚迪这套系统呢 是有着非常高的一个电区的一个比例 那用官方的说法呢就是在城市路况下呢 电区的一个比例能达到99% 那中国工况呢能达到80% 那它更多的情况下呢 是会去用电机去驱动这台车的 回到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台 那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台呢 是110公里的一个长续航版本 同时呢它还会有一个51公里的标准续航版 那110公里的一个长续航版呢 其实在动力上面是跟高续航版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那我们今天试驾这台呢是145千瓦的一个动力的一个输出 那所以说它能带给我们的是7.9秒一个加速 那其实跟比亚迪以前的那种DM车型会把加速度的很快走不同的呢 现在DMI的车型它更看重的是更线性的一个输出 更好的一个燃油经济性 那说到这里的话呢就要跟大家再聊一聊它工作的几种不同的模式 那它其实是有四种模式的 那一个就是EV就是纯电模式 还有一个呢就是HEV的串联 还有一个呢HEV的并联以及直驱模式 那EV模式大家就很好理解了 那就是纯电去行驶了 那HEV的串联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增程模式 那这个时候呢发动机去供发电机发电 然后驱动电机然后让车辆去行驶 然后并联模式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大的动力输出 比如说超车啊或者是油门电门踩得比较深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发动机会参与动力的输出 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它的直驱模式 那其实我们平时在市区的时候呢 很少会用到这种模式 它很多时候是在比如说我们高速很匀速的去巡航的时候呢 这种时候发动机是直驱的一个模式 那同时呢它也会给电池进行一个充电 那刚才说到了很多它的不同的工作模式 那现在就跟大家聊聊 它在实际驾驶过程当中是一个什么表现 那我们之前说了它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电区的一个比例 所以说我们日常去开摘火动车型 你真的完完全就是一台电动车的一个驾驶感受 因为它很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用电在行驶的 通过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不同的模式 以及它更倾向于用电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设定 所以说这台车即使是在亏电的时候 因为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测试 像我们现在已经跑了亏电行驶 亏电行驶是跑了200多公里了 那得到的一个油耗呢是4.7升 那官方给到我们是4.5升 但是我们实际测下来4.7升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了 那其他方面呢这台车还有一点就是 作为一台我们日常家用的这种紧凑的SUV来说呢 我觉得这台车在整个驾驶的一个质感上面 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的 表现的哪几点呢 首先一个转向 它这种转向呢不会说像很多那种车型 为了迎合消费者 为了让你觉得驾驶的很轻松 把转向调的很轻很飘 这台车不会 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悬挂的表现 其实它没有说一味的去很追求舒适 其实你像我们在过一些减速带 过一些勾勾勾侃侃的时候 反而能是感觉到它是有一定的路感的 很多人会去想15万左右价位的话 我选择一台紧凑的SUV 那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考虑一台插电混动的车型 因为你除了能获得很好的一个 经济电车这种行驶感受 那同时你还会有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燃油经济性的表现 那说到燃油经济性这一块呢 那这台车110公里的续航 除了慢充以外 它还支持快充 那虽然说是用一个转接通用方式去实现 但是毕竟有 总比没有好 是吧 那所以说我们很多时候 这台车我们在有充电条件前提下 完完全全是当一台电车 用电去行驶的 那这样子来说 那就更省成本了 那即使说你没有充电的一个环境 把它当成一个燃油车去开的话 四点几成这样一个油耗 相对于同级别同价座位的燃油车型而言 优势也是非常非常明显